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杨洁导演在挑孙悟空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压根没考虑这个六小灵童 他最开始想找谁呢 六小灵童的父亲 出身猴戏世家的南派猴王六灵童张宗毅 大伙看看啊 这就是张宗毅在电影《孙悟空三大白骨精》里边饰演的这个孙悟空 可以说那是活灵活剑 非常生动 出身状的电影《孙悟空三大白骨精》里边饰演的声音 出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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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 CHUNCHIN WOO S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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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杨洁导演心里就想 孙悟空就他了 可是当杨洁见到张宗益本人的时候 一下就犹豫了 怎么的呢 大伙琢磨琢磨 这个《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是六十年代的电影 但是杨洁找到张宗益那时候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张宗益那时候都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哪还能演动啊 没办法啊 杨洁就跟这个张宗益说 说您给推荐推荐人 是吧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当时这张老爷子就极力推荐的 就是咱们后来在电视上看着的 他这个小儿子 六小灵童张金来 你是何方小将 可是来归降我七天大圣的吧 老头 你怎么在这年轻 我在此等我老七小女 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约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 我认得 师父 你错怪我了 那白骨精 是个妖魔 它几次变化 为的是加害于你 你却履次地干我 好 我走 我走 最开始的时候吧 这个杨洁导演本来还合计 说再看看其他的猴戏演员 可是谁曾想啊 这个张老爷子实在是太热情 非得让他试试自己的小儿子 没办法啊 那就先暂定这个六小灵童吧 可谁也没想到 这六小灵童啊 刚来试戏 你就给演砸了 用六小灵童自己话说 那演的真是 看都看不下去了都 这猴王世家出了的演员 按说不应该呀 这问题出在哪呢 来吧 给大伙看张照片你就知道了 看见没 六小灵童啊 他是近视眼 还挺严重 六百多度的近视 加上两百多度的散光 你说这孙悟空 最吸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哪 火眼金睛啊 是吧 他这倒好 连人都看不清 那还怎么火眼金睛